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呢,温州街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寓所 让失能的人可以坐得进去,走得出来 想知道这个神秘的地方长得什么样子吗? 让我独家带你映然人面的模样 强生医疗它原本是进口扶具代理商 引进国外这场多知名的医疗扶具回到台湾 那在教学这些病患跟他的家属使用扶具的通知 发现说他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受伤 或者是懒得练习 因此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 因此呢,创办人希望去创造一个良好的赋能环境 让这些患者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自主的练习 从大门一走进来 就可以看见通透的白色日式建筑 这里过去其实是台大的宿舍 在被创办人及其团队改造后 有了全然不同的生命力 尤其是舒适宽阔的庭院 让人不自觉放松心情 这也是创办人想要创造出生气勃勃的氛围 谁在生病的状态下会想待在水泥墙里呢 自动升降床位在窗边最好的位置 看出去一片绿意 患者可以躺在上面休息及训练上下床 屋顶设有轨道 即使行动不便也可以透过轨道辅助移动 另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厕所 因为上厕所及洗澡通常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 因此从洗手台到马桶及领域的座椅都设有辅具 而且还有一台百万级的按摩浴缸 让患者可以透过水疗放松 听说还可以放音乐及变换灯光 宽敞的后院设有无障碍空间 推着轮椅也可以啪啪灶 还有洗衣服 烹饪的教学及简单的园艺活动安排 创办人说别小看这些平时的家事 在行动不便时困难度比我们想象中高许多 庭院里甚至停了一台小车 供患者练习上下车 在强盛育所非常强调自主的练习 因为当训练密度不够时 患者在身心上会产生高度的依赖 容易形成一人失能全家失能的状况 因此他们带着强大的使命感 希望帮每位患者量身打造出最佳的双负能计划 看完以上的介绍 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强盛育所 它真的是一个结合市场需求 以及资产活化的一个商业模式 有的人可能会质疑说 那强盛育所跟我们一般在医院的复健中心 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其实在强盛育所更强调的是双负能这件事情 所谓的双负能也就是除了生理这个外在上面的负能之外 还有关于内在的训练 因为呢很多病患它往往就是复健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起色它会非常的失望 然后没有什么动力再继续前进 所以来到这边之后呢 他们的团队会协助这个病患 先去从心理部分去找到它复原的这个原动力 然后呢再从用内在去带动外在 来达到一个最好的复健的效果 那从市场需求面来看 很多家属跟病患他们可能会碰到就是有复健需求 但是排不到病房 然后背货回家的情况 也因此呢 这个日照复能中心就是 让这些家属白天可以把病患送来 然后有这个好的治疗跟照顾 那家属呢也有这个喘息的空间 那从市场活化角度来看 目前很多这种治疗的方式 可能不是做成这种文静的咖啡厅 要么就是一些展览的空间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日照复能中心 提供了一个更多样化的治疗活化模式 像像现在呢 乔生运手因为法规的关系 它是不能提供住宿的 未来如果可以再结合住宿的话 那就是一个更完整的服务了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 感谢观看